在韩国,检方闺蜜干政案特别调查人员 今天对财政部、关税厅以及乐天集团、SK集团进行突击搜查 以调查是否涉及权钱交易 而韩国主要反对党则发起动议 下个星期要弹劾总统朴槿惠 今年2月,总统朴槿惠分别同SK集团和乐天集团领导人会谈 之后两个集团向总统闺蜜催顺时控制的财团 捐出了160亿韩元,约等于1900万新元 检方怀疑乐天和SK以此为代价 换取在首尔市的免税经营权 今年3月,财政部放宽免税店审批条件 关税厅决定在首尔新开4家免税店 然而关税厅没有按照规定进行招标 被批再为大财团开方便之门 另外,根据韩联社的报道 总统朴槿惠在压力下批准在野党代替清瓦台 推荐两名独立检察官人选 负责对闺蜜案进行独立调查 韩国主要反对党民主党表示 正加速起草动议 下星期在国会弹劾总统朴槿惠 最迟不超过12月9号对弹劾案进行表决 下星期在国会弹劾案进行表决定